其实张导拍的很多我们传统记忆 还不光是这个渣染啊 还有一样也特别的 大家一看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经典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伞 油纸伞 当时怎么就打动你了呢 伞好看嘛 伞好看 多么简单的理由啊 对 那这个伞到底有多么的好看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 分水油纸伞的传承人 有请 好 欢迎我们 分水油纸伞的传承人一家啊 分水油纸伞也被称作是 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啊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四川罗州的 油纸伞技艺国家传承人 毕六福 毕六福老师啊 毕老师 所以油纸伞的成员相 他什么人叫一人 相当于老板娘 老板娘老板娘 您呢 我是油纸伞传统制作机艺 第七代传承人 我叫毕原生 今天我们这个台上除了满台的伞啊 我们这个老毕老师和小毕老师 一人拿了一把伞上来啊 这个能够我们先介绍 介绍手里这两把伞吗 这把伞叫做龙凤丞翔 龙凤丞翔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两百多年前 用石斑来云朔的 因为我们做伞的人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一一就跟我讲了一个 叫做做伞 就是做人 因为这个伞盖在大自然身上当中 每根都是弯出的 必须我们要用姜脸要把它刮到口齐 但是它伞的话 伞盖的时候就是一个大人 大人当中有很多小人 它就代表的是无人共伞 小人全靠大人之一 所以大的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所以小的代表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国家 都要活险 才能够富强 因为从小我已经跟我讲过 这个家风家训一定要记得 就是叫做龟龟宇做伞 它它是做人 偷工减料的伞 不做 不符合时量标准的伞 那个小毕老师带来的这把呢 这把伞 它首先说这个伞面是很特别的 这里面有真的那个树叶 我们叫做构树叶 它是在做纸的时候 手打纸浆的时候 把树叶融到纸浆 然后这样提纸提出来 哇 这好漂亮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的穿线有很多层 就是每一层 它的穿线的工艺和手法不一样 这个跟我以前 建的那个油脂伞 还真的不一样 我自己买过油脂伞 它那个里面不是这样的 很简单 就是伞架一撑开就没有了 你买的那便宜 便宜的是吗 因为我们的油脂伞 很有讲究 我们家来说 是从康熙55年 也就是公元的1678年 我们家就开始从事油脂伞的制作 到现在是300多年 我美不美 英俊哥 你 你真美啊 比如打油脂伞 有没有江南姑娘那种感觉 有一种我们演播室露了的感觉 龙准这个图案 这个我们这个是在石板 石板上面印刷出来的 叫做石印技术 石印它其实和你们天津那个羊柳青莲化 它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那是那个拿木板印的 但是我们是石板 因为我们那个墨它有起到腐蚀石板的作用 上墨的时候 刚好石板被腐蚀的地方就会粘上这个墨 然后我们再用纸去踏印 我之前翻那个相册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伞的那个 对对对 就这一张 这个是九三年的时候我爸爸做的 这把伞的直径应该只有12米 我们15年的时候做了一把直径16米的一个一把伞 我们申报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放在广西阳朔 就成他们一个景点了 那这样吧 我们现场能不能跟我们现场咱们做一把伞好不好 展示一下我们整个过程 现在展示之后 记忆叫做网线 这叫网线 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伞架做好之后 然后组装成这个骨架的时候 它需要网线让这个伞面受力 你看它就像蜘蛛网一样 对 一层一层忘了一只 然后就这样 就开始扶伞面 就是说 我们做的时候这个纸要把它打起 这里是展示 我们就是用这个水 其实水它不能够达到这种粘连的作用 但是能够起到这种展示的效果 我看您那桌上还放一小块板 这是干什么用的 平衡的 哦 省它动是吧 它如果没有这个它就会下来 你第一次知道你拿得快吧 还有这个功能是吧 还有这么一个作用 对吧 我觉得这个太精巧了 这真是咱们匠人的智慧啊 就这一挂它就不断了 这个是什么呀 结果就是钻孔的 闪杆要组装到里面去的话 首先得钻一个孔 然后再用竹签把钻孔的那里打进去 就把那个闪杆和这个闪杆就组合到一块了 哎 这个它像一个那个弓箭一样 嗯 我以为它是有的就使劲 结果没想到夹在这儿 它利用那个转轴的那个 对对对 打进去 比如说我们的几个孔筋全是手工转了 继续 哇 这么多苦 继续转慢一点 最难的一门手艺就是坚守的那个过程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坐游市场很困难 我们整个风水领阵都没有人愿意再来从事这一门手艺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就我爸爸和我妈妈在坚守的一直在做 对 就是那个坚守的过程真的很艰辛 没有坚守就没有现在 这个非语 这个文化 这个基业 是我们着重留下来的一种基业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传承和传播 是最关键的 要靠大家来传承 说得太好了 需要更多人去传承和传播